和上洗头必有缘由 一生行善只吃素 买个奔驰代代补 佛门本是清净地 大师也开法拉利 你问大师寺院什么集 奔驰豪华S级 我问大师这是什么山 大师告诉我这是毛豆山 我说最近生活很艰难 大师说他有劳斯莱斯库里南 我问大师许愿为啥都不灵 大师说他开的雷克萨斯570 那为什么现在一个清净之地 普渡众生的各位大师 都开清一色的百万豪车呢 其实现在的寺庙不比以前 寺庙基本上都开始商业化 他们一天的收入可能比你一个月还要多 所以开豪车也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和尚都开豪车 他们也是有段位 像一些青铜级别的只能骑电动车 而有的王者开的则是劳斯莱斯幻影 从董车地上看 幻影的落地价格超过1000万 王者有时候的出行阵容非常强大 让路人看得都目瞪口呆